失去的母爱 高二班 红子善 我父母的结婚照 这本书的封面是我为他88岁生日设计的礼物 今天是2022年12月12日 心疼我亲爱的妈妈 如果她还活着 她已经88岁了 每当别人提起我的手 或是我寂寞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母亲 回忆童年的欢乐时光 她使我泪如雨下 往事如烟 一瞬间 我已长大了 我希望自己永远长不大 永远意味在妈妈的身边 享受亲情的温暖 但那种温馨的时光已不再存在了 我曾经追悔极伤心 更希望兄弟们能拥有 记得当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母亲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衰落 但为了我们 她还是勉强地料理家务 当天晚上 我们还跟母亲一起聊天 大约七点 她叫我们去做功课 就在这段时候 不知何故她服下一瓶有毒的药水 父亲因工作完规 把母亲送往医院急救 已迟了一步 母亲就这样魂归离恨天了 悄悄地离开我们 没有留下一字一句 当时我还不大懂事 见到父亲哭得死去活来 我不痛哭不悲哀 更不知失去母亲的珍贵 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妇人 为何她的命运那么悲惨 没有享受到晚年已离开了人间 这种不幸的事发生了之后 使以前欢笑的家变成冷静恐怖 我也就自我堕落 便开始走进黑暗的世界 整天吃喝玩乐 疏苦学业 成绩一落千丈 老师们不了解我 还痛倒我一顿 每当黄昏时 我喜欢脱去下巴 遥望苍天 只有归宴在白云里飞翔 他们可知道我的悲伤 孤独 爱 母亲呀 你可知道我是多么想你 但是天涯茫茫 何处去寻找 我已经成长为现在的我 我去英国学习了三年平面设计 沙巴基金会时装秀 KK 为突版物做了很多航拍 作为平面设计师获得了许多奖项 祝我们敬爱的妈妈 今天88岁生日 祝我亲爱的妈妈 今天88岁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